台东连下了几天的暴雨 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土石流 台东市区大雪路和青海路的交叉口严重淹水 水最深淹到了成人的胸部高 居民是苦不堪言 而暴雨也造成南迴铁路资本站到泰马里站 陆基被掏空 到昨天晚上十二点前 南迴县的各级列车全线停驶 路边麦市家的小摊位被灌进大量土石 摊位外头不只有土石流 里面还有小溪流 土石埋了将近一公尺深 幸好撤离得早没有人员伤亡 台东暴雨不断大雨倾盆而下 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根本看不清楚路况 也造成台东市区的大雪路跟青海路交叉路口 严重淹水 水最深淹到成人的胸部 这一个月来一下雨就是烟啊 这上面堵出来的啊 真的是那个寒管太小 那个大雪路做好以后 那个寒管太小 可是每次泄水就不通 这个区域的大牌 就是可以衔接更宽广 让这个水位更可以 未来更畅通 还有我们现在上面堵住的物体 动用怪手 把上面堵住的 我们先清干净 怪手不停地挖 要将铁轨上的土石清干净 台铁南迴县 资本站到泰玛里站 因为暴雨八号发生土石流 自想号列车煞车不及撞上 四百多名旅客受到惊吓 没想到一早 列车又撞上土石流 陆基也被掏空 达二十公尺 进退不得 原本计划在中午抢偷 没想到大雨不停下 土石持续崩塌 影响抢修进度 海铁宣布行进南迴县的各级列车 到晚上十二点以前全部停止 西部干线下行 只行驶到芳寮站 东部干线只到台东站 而南迴公路香兰到大鸟路段 持续有落实 目前进行预警性封闭 而大雨也造成花莲 台八线一百三十二公里 金马隧道前又发生摊坊 警方立即拉起封锁线 家派怪手抢修 超过一年的筹备 台湾第一次两百小时 不断电接力环台路跑活动 圆满结束 开心的灰灰手 并依依和路边的每位朋友 急掌不断电环台马拉松 别具意义的第一百棒 由超马好手林逸杰 三位抗癌勇者和十九位民众 共同完成 其中抗癌勇者吴星传 八年前罹患大肠癌第三期 妻子又过世 为了振作下去 他秉持每日一身汗的理念 维持健康 用正能量活得更精彩 每日一身汗 医生不用看 我们用运动来抗癌 这是最好的见证 跑出生命力 还有这位也是 癌症患者的吴月华 手举标语成功挑战马拉松 希望外界能看到他们的生命力 感受运动的美好 跑步以后身体健康 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 那我们也希望用跑步的态度 带动其他矮友一起出来跑步 超过一年的筹备 台湾第一次两百小时 不断电接力环台路跑活动圆满结束 这场活动一共号召一千六百位跑者 以九天八夜共计一千公里 接力环台路跑 途中行经北部滨海公路苏花公路 跨过东部海岸山脉 涌闯艰南的南回公路 到台湾的南端 再一路沿着西部北上回到南港 记者委员林国宏会报道 有不少民众到大医院去看病 挂了号却临时不来 而根据台北长庚医院的统计发现 每一年大约会有四千多人 因为连续爽约三次 被列入了黑名单 在半年之内不得再用网路预约挂号 而前三名被爽约的科别 分别为儿科 牙科 感染科 许多大医院诊间外的后诊室经常都是坐满了等候看病民众 但还是有病患挂了号却不来又忘记取消 常常让医生等不到人 根据长庚医院的调查 每年约有四千多人因为连续爽约三次被列入黑名单 半年内不得在网路预约挂号 常被爽约的前三名科别分别为儿科 牙科 感染科各式各样的理由都有 医生表示不少医院的病例管理还是采取纸本 看诊前一天档案是需调出纸本病例 看诊完还需归档 一旦患者爽约 对于医院行政人员而言是一大负担 医生提醒如果民众挂号后临时不能到 一定要上网或打电话到诊监取消 以免被医院列入黑名单影响到自身的权益 记者无疑林郭黄台报道 一首熊霸掌歌曲红遍大街小巷的台语歌手 郭金发 在八号应邀到高雄魏武营重洋老歌音乐会表演 在唱到第三首歌熊霸掌的时候 在台上突然倒卧昏迷 紧急送医之后还是不治 享受七十二岁 台上连续唱两首歌之后 郭金发接着演唱他最红的熊霸掌这首歌 却在唱到一半时忽然导卧昏迷 工作人员紧急将他送医 家属接到消息也火速赶到 去传来遗憾的消息 郭金发在周六晚间七点十九分 急救无效 享受七十二岁 经过一天的沉淀 郭金发的儿子也是高雄市议员郭建盟接受访问 他说郭金发身体很硬朗 忽然离开让家属非常伤心 而郭金发的好友资深一人余天 第一时间接到消息心情同样很沉重 郭金发送院急救无效 上午检察官到郭家相宴 认为郭金发无明显外伤 判断为心肺衰竭死亡 也无复验解剖的必要 而家属则希望好好办理郭金发的后事 送他们最近爱的一代歌王 做完人生最后一程 记者王老婷 许正俊 高雄报导